我第一次接觸水物在什麼環境下接觸 他在家裏做畫室 他在家裏畫畫 有一天他離開了他的畫室 我家裏沒有人 我就靜悄悄地走到他房裡 打開門 他掛著一張差不多兩米高的畫 但是看著看著就發現 為什麼那個瀑布下面的流水流了白 我的印象就是那條河 為什麼沒有石頭在中間 那旁邊有很多石頭 那我就覺得他應該畫漏了 那我就在那邊拿起那支筆 就在一個流白的河正中間 就學著旁邊的石頭 就畫了一塊石頭在正中間 那我覺得那一刻有一種創作的喜悅在裡面 我主要寫山水多些 我喜歡寫的華山或者不同的山 那洪輝的寫法就是 那個概念行先的 他的創作方法 和我就完全不同 我把紙張摺疊在一起 然後我就用墨水筆 點一點在裡面 那墨水就會滲透紙張 一層一層一層就滲透 我覺得好像一個細胞一樣 但我翻開紙張一葉的時候 我就在下一層就繼續發展它 它就好像一個生物一層一層進化 做一個藝術家在香港是很艱難的 不容易靠藝術 是維持到你的生活的 我太太更加不想她走這條路 我看到她很有天分 都沒有怎麼阻止她 那就是慢慢到大 她是自己選擇這條路的 她很多時候都可以給到一些靈感 那個靈感有時不是一個 可能一個很技巧性的 或者一個很知識性的一件事 她有時會捉住我的手 捉住我的手去示範怎樣去用筆 當然她怎樣示範用筆的東西 我又不是很記得 反而她捉住我的手去畫藝術時 那個感覺或者一些回憶 成為了我創造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